我是村长托马斯 啊不对 是赛车新兵乐 大家好 欢迎来到《风尘试漫餐》 我是耀鸡 我是村长 好的 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俩来跟大家 我们是今天的凌晨刚跟大家告别 那今天的晚上又是跟大家见面 来聊一聊复盘一下 2023年的沙特战 还确实得等到晚上聊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一整个晚上 大家好像都没太睡好 特别是头哥跟拉塞尔跟马丁跟美奔的 有一个人肯定没睡好 就是马丁的法务部门的一些小实习生和低级员工 你要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总结一下就是看了上周比赛的观众们 应该就很了解了 这个流程跟奥康经历的一模一样 但是这就是说选对鬼才头哥 选对了车队 就整个颠覆了这个判发的结果 就是这个还是提前碰车了 被发15秒 他刚开始一开始发15秒是因为 没停队 对跟奥康一模一样 奥康是靠右边 拉不左靠左边 反正都 一个是左倾一个是右倾 那么接下来 就是他就近战发10了 然后近战发10的时候 还是 但是奥康上周是有人摸车了 对吧 马丁的这个就是千斤顶功先碰到了 好像也是差了个零点几秒 对吧 我觉得你的作业没有做起 虽然说你看这收弄死鞋的非常好 对我没做起 你说吧 来给大家说 上一场里头 奥康的这回事是什么 是他们车队技师的计时系统 据说是出了问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技师系统能差了0.4秒 但反正就是 发15秒的话 是车停进来之后 静止了之后 所有人等5秒 才能触碰车辆 然后奥康的技师们是等了4.6秒 就差了0.4 然后就碰了 然后就开始干活了 对吧 所以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今天的阿龙索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他进来了之后 后边的千斤顶功 是车一停稳 当就给他把千斤顶给怼到 车的后仿撞结构下面了 然后他们什么 所有人在那等着准备要计时 然后是到了时间 然后开始操作 所以说争议的点就在于 后面的千斤顶功 能不能够在没有到5秒钟之前 就把这个千斤顶碰到车 他没抬下来 然后这块的话就又要提到 在去年沙特战 小周在这块也是一个 很类似一个比较迷的操作 小周当时跟阿尔本 这个切了了 吸管没缓回去 发5秒对吧 进站之后 那一次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次是阿罗的内部通讯出了问题 他们的前千斤顶操作技师 不知道小周要扶这5秒 所以说他看见周光宇来了之后 就非常自然的就把车给撬起来了 然后发现周边所有人都没有动 然后他又把车给放下来了 然后到了5秒之后 他又想把它撬起来 但又撬不起来了 所以说就是三件很不一样的事情 但又有十足的共性 就是在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上面 可以有多少种失误的方法 也是F1在追求极限的时候 做的非常的出色的一件事情 所以然后他就登上了领奖台 然后登上了领奖台之后 他上台了之后又下台了 然后他又上台了 在成功的appeal了 这个叫什么来着 使用了right to review 上诉 成功了 结果让他重新获得了领奖台的位置 但是F1最后给了个理由 是说什么 就是关于后千斤顶 能不能碰车这一点 他们并没有和车队达成共识 都不只是后千斤顶 就是关于能不能提前碰车 然后这块的话就我觉得得开启吐槽赛会的模式了 就是这个赛会怎么这么业余 说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赛车运动 首先的话我们来说第51号文件 第51号文件是在当地时间0点36分 对吧 已经过了大半夜了 给了阿龙索一个10秒钟的罚石 把他的第三位罚到了第四位 然后给的理由是 曾经有一个SAC会议 车队们参加这个会议 然后达成了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呢 就是在扶罚石的时候 没有到时间 没有任何人或者工具或者东西 能够碰到车 假如碰到车了 就意味着你没有正确的扶这个罚石 赛会说 那这已经有共识了 然后你们明显 有别的队伍 说你们在5秒钟之前 就后千斤顶攻碰到这车了 所以说这5秒钟不算 所以说给你加10秒 你罚到第四 OK 完事 然后这份文件出了26分钟之后 就是下一份文件 是马丁 就是刚才村长说的 马丁这边找出来了7个之前的扶罚石时候 但是没有到时间就有人碰到了车辆的先例 而且这些先例都是塞会 并没有管他们 并且用这7个先例指出 你这个判罚不合规 不合理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赛会呢 看了一个几分钟的SAC会议视频之后 承认 其实并没有什么共识 所以说这个之前的文件就是瞎扯 所以说这十秒钟又还回去 刚到拉塞尔手上 还没误热乎的奖杯 就又回到了头哥手里 就没有想到这种 在法庭上面 你真我夺 这种情况 在F1里也是天天周周出现 你看一个优秀的律师 这个在商场上面 一看就是经历过风雨的老斯特罗尔 对吧 毕竟我总是说他当年 这个Michael Kors抄别人的设计 那肯定是上了不少的法庭 被人告过很多次 所以这个法律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跟上周的L PIN比起来 就不知道高到哪去了 所以说马丁这次 我觉得是整个团队是要夹击腿的 共识的问题是在于 什么算作work on car 就是什么叫做 对车辆进行操作 那这个梅奔这边的立场 肯定就是说你这个千斤顶 碰到车了 管你干没干 管你有没有把它举下来 你都算对车进行了操作 但马丁那边就是说 我只是碰了 我没有把它举起来 对吧 就跟阿罗那样不一样 然后几个反例 其中一个就是去年的巴西战 当时韦斯塔班 应该跟汉米尔顿的碰撞 然后有一个五秒钟的法师 就是韦斯塔班进来了之后 这个前千斤顶就登 顶到前衣上面了 但他没抬起来 等了五秒之后抬起来 然后就一点事都没有 所以期待一下澳大利亚站 看有没有人会拿五秒 然后看到时候会怎么操作 因为现在看起来 好像所有人都不会服这五秒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 是对于任何一个比赛都很重要的 OK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别的马丁 昨天的表现依然是非常的出色 斯特洛尔虽然说来了一个super chat 感谢superior其这位朋友的醒目留言 既然有醒目留言的话 我们就应该得及时的来去回应一下 我觉得孙上特别想聊马丁 我其实很想聊麦凯伦 我们也可以直接跳到麦凯伦 我觉得30块钱足够买我们一个换顺 把我们的排序给换 欢迎大家可以竞拍 想让我们换什么话题的话 欢迎来竞拍 我们变成了百度 诺里斯这抽 我觉得他是四年以来 真正第一次感受到非常十足的压力 因为之前他跟塞恩斯在一块的时候 塞恩斯是经验相对于他来说很丰富了 所以说一时半会比不过无所谓 而且在19年和20年诺里斯跟塞恩斯 特别是在排位里头 基本上是555开 然后21年跟22年跟李卡多 我觉得这是轻松击败 所以说诺里斯更是没有压力 然而这位在沙特战之前 F1经验只有14圈的这一位车手 对吧 这位车手在三连里头的排位模拟 比诺里斯只慢了千分之八秒 然后我觉得诺里斯就想推的有点猛 然后在Q1里头就装了个墙 把自己的转身杆给装坏了 实际上这是这回事 我觉得诺里斯感觉到压力了 我觉得不是感受到压力了 我觉得诺里斯已经心态爆炸了 这么夸张的吗 这个心态爆炸了 对 我觉得它的爆炸比当年阿龙索来的要早很多 诺里斯这个爆炸 就是你在场上一个顶级车手 如果持续性的再出现非常莫名的失误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把它从一个顶级车手的水平 其实就要往下挪了 因为像诺里斯在这个周末 包括像上个周末 上个周末可能还好 但是这个周末的表现的话 如果我们之前对他 等会上个周末不是他的过 这个周末除了Q1之外 好像也不是他的过 正在不是开场就撞了吗 谁撞了 来 测验 117测验时间到 来 村长请回答 你这怎么回事 你这怎么整天跟我这 你这是咋被GPT给烤倒了 在这来找存在感吗 但是我考GPT 你作为GPT快回答 我不是GPT赶紧说 那我们就来给他 我这脑子今天都是 早晨三点多睡了 八点多就醒了 我已经不太行了 对 我们来说 麦卡伦的开局是特别的搞笑 一开始皮亚斯里排位其实相当的漂亮 皮亚斯里排到一个第八 然后起步跟奥康一挤 二号弯的时候 皮亚斯里的潜意被挤掉了 好巧不巧 皮亚斯里的潜意端板掉了之后 飞飞飞飞飞越过了七八个人 正好砸到了啥呢 正好砸到了莫里斯的潜意 所以说皮亚斯里的潜意 坏了之后砸到了莫里斯的潜意 导致这两个人都得近战更换潜意 导致这两个人都比所有人 一下子就拉开了半圈 所以说就是这样 就是非常的精彩的一个开端 对加斯里加斯里说错了 就是跟加斯里 我们今天的节奏好快 人家的问题问的是他要去哪 你是解释了万天 解释了他这个为什么 我们来说今天 就是说两场比赛下结论有点早 但是我觉得诺里斯之前 咱们不是也提到过吗 红牛是不止一次想尝试去签诺里斯 而且应该最近的一次应该是2021年底 那诺里斯他不想去红牛 还有什么地方 其实也就是法拉利和梅奔 那法拉利的话 勒克莱尔肯定比赛斯稳 然后梅奔的话 老汉是可能要接近退役 我们待会也可以提一下 老汉到底要不要退役 我其实觉得诺里斯 假如要走的话 梅奔的几率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因为汉米尔顿已经两年是在中游这 转转悠悠转转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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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佩雷斯将在这个赛季的残酷内斗之后 被这个维斯塔潘和他爸一起送出红牛车队 你爱去哪去哪 你别在这呆了 我们不喜欢你 然后迎接诺里斯的到来 然后诺里斯可能在红牛发挥的特别的优秀 然后在场上跟麦克斯斗来斗去 然后麦克斯输给了诺里斯 心态爆炸正想着复仇 然后又被红牛给开除 然后你爱去哪去哪 可能去了法拉利 然后这个将会是我认为可能发生的故事 你是ChatGPT吗 这个味这么浓 就像是CGI申成出来的玩意儿 你非要让人家预测未来 对吧 我们只能给你一些有趣的故事 你值得幻想的吗 我拿到的观点 那就是诺里斯会去梅奔 然后去替代退役了的汉米尔顿 会跟拉塞尔也是会斗得非常的凶 但最后的话干不过拉塞尔 然后只能沦为二号车手 一个悲惨的从天才少年 从未来的世界冠军 沦为一个拉塞尔的手下败将 当然的话也是纯瞎扯 就是说到底谁强谁不强 我觉得咱们根本没法下结论 特别是对于诺里斯 我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诺里斯的水平特别难以攀乱 就是跟他做过队友的 就两位加上这两场比赛的皮亚斯特里 对吧 就算加上皮亚斯特里 这三个人其实都特别的不好来去做判断 又来了 这没法聊了 我们的剧本没法往下推了 咱们就顺便顺着话说 既然说诺里斯的话 我们就说有朋友问 感谢NSMI643XJ朋友的 他就是想让我们给编一个去马丁的故事 可以 来你先编 好的 我们就说诺里斯的话之后会 等会去马丁的话是替谁 是替阿隆索还是替斯特罗尔 你先说一个 我就说替另外一个的故事 我们这个就变成故事会了 我说就替阿隆索 过了三年之后 头哥发现也许又是在赛季前 骑自行车 然后结果摔到哪了 就不能跑了 然后诺里斯 前往阿隆索替代阿隆索 跟斯特罗尔打成平手 然后来尝试去竞争 2027年的世界冠军 也奇怪 你这个故事 咱们说是编故事 但是也要讲戏剧合理性 这两场里头 这场的话 他好像没说手疼了 我们就假设他没有手受伤这事 那他跟阿隆索之间的差距 对吧 斯特罗尔是28.9的排位速度 然后阿隆索是28.73 所以是0.1几秒的这个差距 我觉得这当时 斯特罗尔跟佩雷斯也差不多这差距 跟维特尔差不多这差距 所以说要不就是阿隆索退步了 就只能 这个跟我们之前说 中油车手斯特罗尔来打 车好 那车好 那车好 那当时RB18 RB19和这个RB16B车难道不好吗 都是争冠军的车 对吧 三年的冠军车 那佩雷斯跟韦斯塔班的差距 那可是动辄的0.3 0.4 0.5的 刚才这个问题完一了吗 这位这个金主爸爸 觉得我编的够扯 你上次答应我付费问题要请我吃辣条的 我这个还没吃到 总是替你的付费问题回答了很多 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好 我来说一下加入马丁代替斯特罗尔的版本 就是诺里斯 老斯特罗尔 想了想 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master plan 每天阿隆索给他洗脑 什么叫Ileplan 然后他想不想Ileplan确实很有吸引力 然后决定行了烂死 你就不行 你就走吧 我这个有Ileplan 你阿隆索叔叔对吧 跟我聊得很开心 然后斯特罗尔 爸爸请你不要抛弃我 但是他爸就一张机票送回加拿大 回去公立学校当老师之类的 交赛车 砍金车 然后诺里斯就加入了马丁 然后诺里斯加入了马丁 头哥看到诺里斯 就觉得小屁孩 怎么这么年轻很不服气 然后阿隆索开始去吸收他的年轻的能量 然后阿隆索的胡子开始倒着掌 然后越来越年轻 开得越来越好 诺里斯 然后开始慢慢变老 一个再年轻一个再老 最终阿隆索吸去了 好了这里是玄幻剧本了 跟F1没什么关系了 当然我觉得咱们说回来 会会加入马丁 我觉得这有可能的 我一直觉得斯特罗尔是 有可能被他爸抛弃的一个角色 这个故事虽然是故事 但是里面包含的内核是更有实际的意义的 好的 那我们说 我觉得我这个开上20分钟 我觉得都得减掉 这个谁能停得下去 到时候这个3000关注变2000了 就全都取关了 再感谢Separity的这个问题 说有速度的年轻车手能愿意当2号 有速度的车手感觉都不是省 我的灯 去了不得打架 就是这个 就是说1号和2号车手 这个真的其实就是靠车手的实力 实打实怎么样跑出来的 你说这个莱科宁对吧 能当这个实力 对比下来能当1号车手 也能当2号车手 你1617年放维特尔边上 那就是2号车手 那你当时对吧 在麦卡泽 那他就是妥妥的1号车手 就是谁是作为队伍里头有优先待遇的 那就是靠实力说话 就是队伍绝大部分情况下 不太可能蠢到说 我们要把所有的宝压到一个更慢的车手 对吧 那斯特罗尔的话就是一个特例 就是20年的下半赛季 虽然他比佩雷兹曼 但是这个每次有新升级 都会出现在斯特罗尔的这辆车上 所以就是斯特罗尔的话 我还是觉得就是他的水平 是一个挺神奇的区间 就是我觉得他是有在进步的 而且假如他这个赛季 能够跟阿龙索保持在一个0.1 0.2秒 排位速度差上面的话 这一是让斯特罗尔的这个口碑会上升挺多 二是的话又反向验证 之前 维特尔其实水平没有掉那么多 因为我们说21年的时候 说维特尔怎么水平掉到 得能跟斯特罗尔这车手来去撕长了 但现在的话 假如想斯特罗尔作为一个中间变量的话 意味着斯特罗尔差头哥差点2 斯特罗尔差维特尔差点2 那是不是意味着维特尔跟头哥就是差不多呢 就是我们阿龙索 你要考虑斯特罗尔这个数据点的价值在你这个model里面 可能导致你的model直接崩塌了 是的 所以说我们这要感谢时光偷走梦想这位朋友来上的见长 这位朋友上个见长就想来说一句 117晚上好 非常感谢 也祝你晚上好 不是 我这整天给你打工 你这流水越来越多 看着我好心疼 你又不让我开直播 你开 不是 我们家网今天 我又问了个移动 他说不行 我这只能 没有不信 上传速度上不去 好 我们还是说回正题 刚才没有讲完马丁 说昨天斯特罗尔 虽然你说他很强 但他依然运气很差 对吧 因为退赛了 我没说斯特罗尔很强 他肯定还是 我觉得比不过阿龙索 就是说没有我们之前 有时候老说的那么弱 因为我觉得斯特罗尔是作为一位车手 他的成长的路线是很缓慢 而且前漫长的 而且一开始是真的属于一个狠菜的位置 跟其他这些车手 比如我们说很多 这种汉米尔顿 维斯塔班 勒克达这种 该有的速度一上来就有 只不过是需要几个赛季的磨练 来把自己的稳定度来去提升一点 斯特罗尔的话一开始又猜又慢又不稳 斯特罗尔就是谁都打不过 但是都差的不多 这个就让人很难评价 是吧 昨天斯特罗尔退赛了之后 安全车没有找到他 不是 马上出了安全车 是因为没有找到他在哪赛会 所有的摄像头里面都没有这个人 所以他们只能派出安全车找了一下他 尽管我们坐在家里头都能够看到了 他是非常标准的 完美的停到了远端13号弯的护栏里头 其实不出安全车都完全可以 但是当然话必须也得说 稍微谨慎一点 为了安全考虑一点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也不是说什么可以吐槽的事 不像是跟头哥这边判法弄来弄去那样 你说车手一般是喜欢在停车的时候 造成安全车的意愿多一点 还是不造成安全车的意愿多一点 那这里就要说到斯特尔 在这时候突然出事了 造成了退赛 造成了安全车 谁的货益很大呢 谁啊 这块我给自己插一个广告 大家假如在喜马拉雅是收听的话 麻烦大家给专辑打一个五星好评 写几条评价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话能够给节目有些帮助 然后大家假如想来获得 播客抢先听版本的权限的话 可以开通主播的洗米团会员 这样的话就能够在周一晚上 播客录制完成之后 收听到新鲜热乎的比赛回过了 好的我们接着回来说 问你呢 来117 拷问117时间 对吧 阿龙索 谁呢 阿龙索的收益很大 然后这就让人很难不想到 2008年的对吧 某一个新加坡站 是 它造成安全车 阿龙索的收益很大 但是他停的那个位置 其实是不希望带安全车出来 所以说这其实 所以他不希望投歌 所以说这阴谋论根本不存在 假如他要造成安全车的话 他停赛道上了 他不会开进去 所以说这只是 那人心叵测 你看 阿尔本其实也有机会 要不要停在赛道上 但是他选择开回去了 对阿尔本是开了一圈 然后再开回去 这胆子也够大的 这条赛道上边刹车不好使 然后挺吓人 估计他想的是 假如他直接开回去的话 就近站都不好停下来 所以说开一圈 把刹车稍微冷却一点 我记得我们今天这个逻辑好乱 是我们两个脑子都成僵伙了 对 我觉得今天的脑子的状态非常不好 这种真的是年纪大了 熬这种夜 看这种比赛 我们来甩锅 那肯定是村长 今天第一次村长来总结 然后这还不如我之前 没说那种子的事 那白嫖了 还要被骂一顿 你真的是血腥的资本家 不仅不发工资 还要让员工甩锅 妈呀 Chester 我祝你下周找到 你看面临分家的决策 越来越艰难了 我来引导 你就负责给我当嘉宾 我来替你聊 你就不要给我甩这些锅 好 我们继续往下推进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红牛了 对不对 昨天红牛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彩 要是没有红牛的话 这个比赛又少了一半的看点 导播都不知道该切啥 幸亏他们两个在这个电台里面 哔哩巴达哔哩巴达的说一句 导播放一句 说一句 导播放一句 所以我们先来聊 这个1分33 这个小剧场 这个其实是昨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来 雕雕七 说一下发生了什么 就这样的 维斯塔潘从第15起步 对吧 维斯塔潘的车在Q2的时候 因为传动轴 或者应该叫半轴 因为这个drive shaft 有的时候可以会被翻作成 咱们车里头的这个 比如前驱车 从这一根传动轴到后面来 对吧 但是F1的话 它是内燃机直接到变速箱 直接到两个半轴 所以说可以叫驱动轴 或者叫半轴 对吧 就是变速箱直接连到轮子上面 传动力的那根玩意儿 维斯塔潘车上的一根坏掉了 所以说只能第15起步 但是RB19速度 维斯塔潘的那根坏掉了 对维斯塔潘那根坏掉了 然后配内斯的那根好像也不什么好用 对两个都不太好用 对 然后维斯塔潘在实际实战的时候 也在抱怨那根出了点问题 对吧 不是特别的靠谱 但反正维斯塔潘的速度还是相当好的 从第15是很快杀到了前面 然后随着一个安全车 佩雷兹一开始拉开的距离也是没有了 维斯塔潘距离佩雷兹差不多是10秒左右 然后就变到了红牛电台时间到 大家都在听这两个在电台上面 什么情况 就是维斯塔潘想追 维斯塔潘肯定想赢 然后佩雷兹也在跑 然后红牛就是想 我们两边人都在说 又是传弄轴有问题 又是降挡感觉不是特别顺 然后之前佩雷兹又给换了个变速箱 维斯塔潘这边也换了东西 还是稳点好吧 咱们就multi21对吧 当然他不是实际说multi21 但反正就是让佩雷兹在前面 你们就别逗了 该怎么就慢点跑 因为反正后面阿龙兹又追不上你们 对吧 慢点跑 所以说给两个人定下来了 1分33秒的 对于他们来说算是 挺慢慢悠悠悠的跑 然后给两个车手都传达了 你们的目标圈速是1分33秒 然后只有佩雷兹 有一圈跑了一个1分33 然后之后两个人都开始死命往前追 所以说上一场里头 村长提到说我们 今年有没有可能看到红牛的100%的实力 我觉得这一场里头我们看到了 这两个人真的是在尝试往前推极线 就维斯塔潘跑了一个32秒6 然后佩雷兹过了一会儿说 这个Max多少 然后他的HUBERT跟他说 维斯塔潘32秒6 然后佩雷兹直接来了一句 我觉得稍微带一点点阴阳怪气的 那你为什么叫我跑1分33呢 对所以 我觉得这两个人 就是从语音里头 然后包括赛后 两个人的肢体语言 我觉得能感觉到有一点火药味 因为红牛这辆车太快了 所以就特别像2016年的罗斯伯格跟哈密尔顿 你假如没有能赢过队友的话 你基本上是稳一个第二 所以说争冠就你们两个人 所以说谁退一次赛 谁就完蛋 就另外一个人就很有可能就赢 这个大概就是1分33小剧场发生的事情 大家如果昨天看了比赛的话 估计主要都是看了这个 在后面的20圈 都在关心他们到底要跑多快 他们确实依然跑得很快 但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 维斯塔班居然跑得没有佩雷斯快 或者跑得只跟被佩雷斯一样快 对就是红牛两边下指令了之后 就是说佩雷斯跑了一圈1分33 然后知道维斯塔班还在快速追进的时候 佩雷斯直接match了维斯塔班的圈速 这是让我觉得这是 这两个人一块开一辆车 这40多场比赛以来 极少数的一次 佩雷斯真的是能够速度上跟维斯塔班抗衡 就是排位跟正赛 排位的话我们不知道 排位维斯塔班没跑Q3 但是正赛里头的话 维斯塔班是没有更多的速度优势的 所以这也让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虽然觉得维斯塔班肯定是能够赢过佩雷斯 但是肯定是希望两个人能够斗一斗 对吧 否则就没意思了 你觉得 来 你觉得会斗出来吗 我觉得昨天这个情况 我的观点是 佩雷斯还挺快的 这个可能就是佩雷斯在街道赛上面 这条他非常有信心的赛道 昨天我们还讲了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梗 但是是在美国政治不正确 在中国可能还好 就说这个墨西哥人他不怕强 一般的车手都怕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get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的小笑话 然后赛后老维斯塔班 看起来是比小维斯塔班还要生气 佩雷斯过去握手 欢庆的时候有一张非常的低沉的脸 在旁边一直摆在镜头的镇中央 然后也跟佩雷斯没有丝毫的互动 这个就是后来还被人做成了图 什么佩雷斯的老爸拥抱着维斯塔班 但是维斯塔班的老爸对佩雷斯置之不理 所以讲真的 就是这几个人老爹 想在2021年再经历了阿布扎比 就是咱不管说大家觉得应该怎么样 就是说在争议那么大的情况下 再看起来汉密尔顿稳赢 但是结果在最后的几分钟里头 失去了第八次世界冠军的情况下 安ثony Hamilton就是汉密尔顿的老爹 能够来找维斯塔班直接握手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气度还是确实不大一样 就是我觉得能有老维斯塔 就是Yosper Stappen这个老爹 能够出来一个Max这样的样子 我觉得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就是 你这个 你说他爸回家会给他一顿皮带抽吗 标准不设太高 但反正我觉得真的是Max能还算正常样 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现在车手他爸 现在在围场里面的各个爹的表现 是非常引起关注的 看今年在这个叫什么 Father Grand Prix里面 目前看起来 佩雷斯塔爸是积分榜的首位 然后维斯塔班他爸是积分垫底 他爸是这个Father Grand Prix的拉提飞 好 这个是 接下来我们又要给117提出一个问题 昨天的这个比赛里面 在语音通话里面讲到了一个新的词 比较少见的叫Bball Offset 来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技术概念 发生的情况 然后解释一下 对这个Bball Offset 这个不同的车队 对于刹车上面的这个曲线 都有不同的叫法 就是每个车队都有不同的 针对同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D-Rate Maybell这边叫D-Rate 但有些地方 比如本田他们叫Clipping 对吧 但同样都是在直线的尾端 MGOK从输出转换为了回收模式 那同样Bball的话 有些车队叫Brake Shape 有些车队叫Brake Migration 那红牛这边叫Brake Balance Offset 就是刹车平衡偏移差 就是说你在一个基础的刹车平衡上面 来去做一个基础刹车平衡上面的偏移 比如说你某一个弯 就比如说巴林的这个10号弯 对吧 你肯定是希望让这个刹车平衡的偏移 稍微往后来一点 这样的话来去避免前轮锁死 就是大家假如想听这个Bbell重复特别多次 大家可以去听2019年的巴西站阿尔本的车载语音 在安全车重启的时候 他的工程师差不多说了念叨了20次 Bbe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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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导致阿尔本的话重启没有重启 就非常好玩的一个意思 然后在比赛新疆结束的时候 两个人又开始因为一个新的问题吵架 就是最快圈的事情 很显然佩雷斯并不知道维斯塔帕要抢他的最快圈 所以他最后没有推 然后他好像有点责怪车队 没有告诉他维斯塔帕要抢他最快圈的意思 来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玩的 这比咱们编斯托尔要不要走 要不要这个奇幻故事好玩的多 我觉得咱们就是说这个最快圈 这是维斯塔帕跟佩雷斯勾心斗角 佩雷斯之前跑出来的一个最快圈是32.2 这是他32.1就是他之前的最快圈 然后维斯塔帕最后拿的最快圈是31.9 但是是在他最后一圈跑出来的 来假如你村长你站在佩雷斯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你会觉得维斯塔帕会乖乖的听车队 然后来去遵从一个1分33秒跑 然后保持一个六七秒的间距吗 还是你会觉得维斯塔帕会每一分都争 我觉得佩雷斯现在还处于一个对车队指令 半信半不信的状态 有的时候这种犹豫 在质疑方面的犹豫 就会导致他失去很多的机会 比如说维斯塔帕 他是绝对不会听车队告诉他 一个他不想做的事情的 但是佩雷斯可能还要考虑 哎呀这个24年合同又要到期了 每年现在2000万挣得很开心 我要是去了别的车队 就算让我当一号车手 那个马丁也就开个七八百万 那我要不要违反车队指令 要不要这个续约呢 当他在思考的时候比赛结束了 然后维斯塔帕抢走了最快权 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测 而且像你刚才说的 又是这个钱可能没那么多 而是没那么容易赢 你说你开去任何一个车队 不管是没本还是法案 你根本不可能在今年正常情况下赢 所以对吧 是在一个车辆性能极其优秀的车队 当一个二号车手 还是在一个不是顶尖车队里头 当一个一号车手 我觉得也是让很多这些 卡在中间的这些车手们 一个很困惑的点 对吧 就是说再顶尖的什么 维斯塔帕勒克莱尔拉塞尔这种 那肯定是要追求 顶尖里头当一号车手 然后再弱一点的话 比如说 我看到刘耀突然出现 说了一个FIA 气死他 刘耀 他就是每年花好多的时间去研读规则 研读完全他妈快背下来了 FIA 要说 其实我们也没好好思考 可能下一站又改了 我们大厉害 我们知道有一个共识 根据这个共识 我们达成了一个判法 过了二十分钟 不对 没有共识 所以对 大概是这样 刘耀给我 昨天最后一次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当时的话 阿龙索还是第四 对 我接着说佩雷兹 这是昨天的佩雷兹的行为 对 所以说佩雷兹的最快圈 我其实觉得 我还听到有个消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够找到出处 是说有人说霍纳说佩雷兹 他在尝试推最快圈 结果第一段没跑好 他放弃了 但我看车载 然后我也没找到是哪块有这个消息 假如佩雷兹 他最后几圈有再尝试去刷一个最快圈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其实已经挺明显 两个人都心知肚明 但假如他没有的话 那就可能觉得他有点蠢 你怎么能觉得 威斯塔盆会乖乖听话 不刷最快圈 怎么着都好像有点奇怪 这个猜测 我发现我们两个都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实际怎么样 我们后来还有 这个赛季还有21场比赛 看他们两个之间怎么理解 车队指令 要不要执行这个事 我觉得之后还有很多更精彩的 请大家持续关注红牛小剧场 他们就是赛季的法拉利 他们就是2016年的梅奔 讲真 当时2016年梅奔真的就跟近年挺像的 梅奔这车 就这几圈就拉开好几秒了 然后就根本没人追着上 要不是罗斯伯格在那跟哈密尔顿都来都去 否则真的没看点 所以我觉得佩雷兹可能到不了罗斯伯格的高度 但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假如维斯塔班像去年那样 开年初直接炸两场 这样的话 今年这车的优势意味着维斯塔班一旦炸的话 佩雷兹基本上是稳赢的 那就意味着 维斯塔班炸两场就意味着佩雷兹会有50分的积分领先 那这样的话维斯塔班就至少得需要7场胜利 才能够搬回来这积分的落后 所以说就真的是这两个 我感觉为什么维斯塔班那么就是那种快神经衰弱了 就是我听见传统轴有一点噪音 对吧 就感觉特别敏感 我就是觉得他怕出问题 结果比赛丢掉 因为这样的话 佩雷兹就能够很轻松的保一个 就像当时罗斯伯格16年 就是最后几场 我根本不跟你斗 我就跑我的第二 对吧 我第二很稳 然后最后就赢了 有朋友说猜一下 今年哪一战红牛会双退 预测一下 这块的话也要感谢 插个打魂尖叫机说 佩雷兹年度冠军最后被迫离开车队的概率有多大 猜37.8%左右 我觉得45%以上至少 你这个事让我想到什么 拿完年度冠冠军被迫离开车队这个事 其实历史上干的最多的是威廉姆斯 他们至少三次在世界冠军 拿了世界冠军的车手第二年离队了 有的就是给人踢了 有的就是没想到拿冠军了 反正之前是达蒙歇尔被扔掉过 然后当年普罗斯特是退役了 反正也是 好像当年还有曼赛尔 曼赛尔对 92年他就拿过一次冠军 Red5 所以对 然后不过说到刚才有一个点 咱们今天逻辑非常混乱 你们就混乱的往下说 刚才村长说佩雷兹街道赛特别强 但我们说上一次 在之前佩雷兹的胜利是在21年的阿萨拜疆 但其实21年的阿萨拜疆 其实佩雷兹根本追不上韦斯塔班 只不过因为韦斯塔班就是爆胎了而已 所以说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概率 就是斗到斗你死我活 结果最后肯定要逼走一个人 但是我其实挺希望 看热闹不见事大 我觉得咱们作为观众 但是稍微用理智来去评论一下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 佩雷兹根本会在佩雷兹排位前面 然后正在一跑 然后就跑开了 然后就根本没有两个人斗的机会 就是过去的这40多场比赛里头 告诉我们的绝大部分的情况 应该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一个他拿了世界冠军之后 可能会被红牛踢走的概率 就是他倒数第二战的时候积分领先 然后最后一战阿姆扎比 直接给威斯塔班怼出去了 然后拿到了世界冠军 但是把车队 然后让车队丢掉了车队冠军 虽然我不是很清楚 怎么可能红牛丢掉车队冠军 好像不会这样 因为车手的话应该 你说不会怎样 就是直接取消车手的个人积分 当时21年之前马西这么说 那就是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局 就是你怎么猜都没有找到 他是故意的证据 就像我们假设对吧 佩雷斯去年的摩纳哥的排位赛 就是故意撞的墙 现在我们这事也没着落 但是佩雷斯的演技就是这么高超 找了阿汤哥替他去跑这个比赛 演技极其高超 最后一场就真的给威斯塔班给弄出去了 拿了世界冠军 然后红牛车队非常的生气 佩雷斯塔班非常生气 然后佩雷斯被开除 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 在完全不合理的框架里面的 唯一的可能性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就我们看 佩雷斯跟威斯塔班两个人 一共开过22加22 就是24场 两个人一共开过26场比赛了 其中只有 你想有哪一场是两个人货真价实去斗 然后结果 威斯塔班输给佩雷斯 我能想到的就是去年的摩纳哥阵 这场算吗 这场不算 因为威斯塔班排位里头 这不是他的问题导致了 车辆只第15名起步 假如最后两个人去斗Q3的话 因为威斯塔班在Q1还是Q2 Q1就能跑出来一个最后能排第4的圈速 所以而且之前练习赛的话 也都是威斯塔班 就是更有优势一些 所以说假如我觉得威斯塔班 真的去跑Q3的话 大概率还是威斯塔班拿杆位 然后就跑开了 对吧 就只有威斯塔班 车出问题 或者胎炸了 或者怎么样的话 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想想 有可能我想的不全 就是 我们看 21年里头 对吧 阿萨拜疆是威斯塔班 爆胎了 佩雷斯在正赛中赢了 威斯塔班 然后 银石战是跟汉密尔顿 这个算是一半是 或者三分之一是威斯塔班的锅 然后这一场里头是 佩雷斯拿了一个第16 然后正赛里头赢过了威斯塔班 还有一个就是 蒙扎 还是威斯塔班跟汉密尔顿骑上去了 然后佩雷斯拿了一个第5 赢过了 剩下的21年里头 所有的局 全都是威斯塔班靠前 那22年呢 第一场是佩雷斯第18 因为他的车比威斯塔班 晚坏了一圈 所以他的排位 稍微排名靠前一点点 然后呢 是摩纳格战 就是我刚才说的 唯一想到一个 去年的摩纳格战 确实是练习赛 最后 不宜谋论 但反正我觉得摩纳格战的话 威斯塔班的速度没有佩雷斯强 然后的话 还有哪个 然后的话 就是英国战 但是英国战的话 威斯塔班吃了一个小牛的碎片 然后就是 还有哪个 行了 新加坡战 新加坡战 还有一个新加坡战 新加坡战是台北赛里头 红牛的锐智战术组 算错了油量 所以 所有这些情况里头 这40多场比赛里头 只有去年摩纳格一战 是货真价值的 佩雷斯靠前 OK 好 那就是再次否定了 本来几率就不大的可能性 非常好 我们先继续把我们框架 已经不太存在的框架 先顺完 我们再来回答观众的各种提问 我们接下来讲阿罗 先讲77 昨天77惨惨 77又一次上线了 那真的是好惨 也不知道为啥这么慢 不知道为啥 这么给了个语音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 诺里斯的 皮亚斯特里的潜意 掉下来击中了 这个诺里斯的潜意吗 中间经过了 伯塔斯的车上下面 对 皮亚斯特里的潜意 就是这么牛 这是个血低子 就是这么牛 就是不仅 这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扔出的回旋标 就大家假如想看的话 去看加斯利的车载视角 看得非常清楚 就看前一段板飞出去 然后可以看勒克莱尔的车载视角 勒克莱尔躲过去了 但波拉斯就没躲过去 所以说波拉斯有非常大的车辆损伤 就是说车辆滑动很严重 对 就是再怎么着 他都不可能说一圈比别人慢个两三秒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这样 但是 但是排位 十打十排位赛是输给了周冠宇 而且差了点二 而且波拉斯采访里头说 他觉得他这圈已经跑到 他的该跑出来的地方都跑出来了 就没有失误 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真的是慢 当然的话 我去看了一下姚测 冠宇是两个弯 16号弯跟22号弯 这两个弯里头找回来了点四 就是第一段里头 波拉斯稍微快一点点 但是16号弯加22号弯 冠宇直接快点四 然后最后的话 比波拉斯快点二 但是就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觉得能够比波拉斯 排位里头还要快 好 然后周冠宇的排位非常的好 正在起步的时候 旁边的是勒克莱尔 然后起步没有失误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夸赞的表现 守住了第12名的发车位 然后你有什么要夸的吗 就是我去关注了一下周冠宇起步时候 他的这个阿罗的方法上会 左边会写一下轮胎的平均温度 然后上一场里头 为什么他起步滑动那么多 我猜当时就是说他暖胎没暖好 他后轮烧胎没烧对 所以说在出班的时候每次都滑动特别多 然后这一场里头他暖到了73摄氏度 然后这回就没事 比上次高了六七度 我觉得是这回他暖胎程序暖到位了 然后就正常了 然后在正赛里面贡献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对于萨兵克的超越 确实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好看的超车 因为其他的话基本上就是 维斯塔班跟勒赫莱尔就是DRS过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 然后通过昨天的精彩的表现 我觉得一向跟上周的周冠宇 今年的合同续约的情况 有一个大反转 第一个是他的表现特别好 第二个是波歇尔在F2的表现相当的搞笑 会不会是这两个人发挥守恒 就是当周冠宇表现差的时候 然后能力就全跑了波歇尔那边了 对吧 这又是什么奇怪的双生子的这种动漫小说剧本 所以说说一下F2的情况 这周的F2先是波歇尔的队友 ART的另外一个车手去年F3的冠军 这个Alpin清迅的Victor Martins 他在排位赛的时候跑出来了一个0.7的巨大的优势 就是如同上周波歇尔 对啊波歇尔也是那点气嘛 就感觉那俩换车了一样 然后Martin跑得非常好 然后那个冲刺赛的时候马丁Victor Martins 第十发车一路往前赶 然后拿回了一个亚军 波歇尔呢就是在冲刺赛的时候 对科威亚特了一个鱼雷把贝尔贝尔们给撞了出去 哇真的是令人意外到多少年没有在赛场上见过这么标准的鱼雷行径了 说明我是感觉他心态太着急了太着急了 因为他没有退路了 他必须要拿冠军才能进F1 对所以F2我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补充的 然后正赛的时候波歇尔又这个其实他应该是第三位发车 然后跑了几圈就跑到第十几名去了 就是甚至没有拿到几分 然后这个正赛也挺好笑挺好笑的 就是贝尔们就这个那天刘耀说他们管他叫熊仔 贝尔贝尔们小熊 然后对这个小熊年纪挺小的 05年的小孩 然后今年第一年跑F2 感觉水平还是不错的 但是零跑然后被超过去 然后死病然后就掉后边去了 然后Victor Martins也是差点 然后也是死病 然后也掉后边去了 就退赛了Victor Martins 然后最后是Vasty拿了冠军 是Vasty吧 Vasty是没奔的勤训 然后正赛比较有意思 反正我看下来 Iwasa是拿了冲刺赛的冠军 他其实今年我看表现的非常不错 因为他在冲刺赛的最后几圈 一直在防Victor Martins 开着那辆火星ART ART这个车今年就特别奇怪的快 就像以往的PREMA一样 然后ART以前的老板就是 说FR是捅规车 但是夜间内的人士都会 每次谈到同归车 夜间内人士总会阴阳怪奇几句 他也不说到底是啥 他也不说有啥论据 他总会阴阳怪奇 所有车辆都是一样的 对 说的对 对 也没有一个实际的 实际的过程民主 你说到严佐部门 我觉得其实可以引到脚田和德弗里斯 我觉得今年很危险 今年最有可能 我觉得能进明年的F1的几个车手 就是波谢尔 然后Victor Martins和伊瓦萨 伊瓦萨其实他没有那么的出众 但是因为他是红牛轻俊 而且脚田的 这个只要水平不好的话 伊瓦萨其实今年拿个年度 只要前三 其实都是有可能被这个提到小红牛 去替德弗里斯或者是脚田 我觉得都有可能有机会 所以这三个是我今年比较看好的车手 贝尔曼的水平不错 但是还是太年轻了 把他很早就提到F2上 也是应该是让他多锻炼锻炼 我现在就光从这两场来下结论 我其实觉得德弗里斯更危险一点点 就是德弗里斯在F1里头 都不是最出众的那一个 然后这两场里 人家拿了世界冠军 他那个世界冠军拿的这个 确实 那年那个赛季 我看的特别的多F1 他是最后一场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状况 对拿了第一个当F1拿到世界冠军锦标赛的称号的时候 第一位F1的世界冠军 但是对就皮亚斯里 光从这两场来看 不是什么皮亚斯里 德弗里斯从这两场来看 跟脚田其实差距还挺大的 对不管是排位 还是这个正赛里头的长距离圈速 因为我觉得脚田其实 特别是经历了去年 去年跟加斯利其实一下子 兼具就也不是一下子 就是21年实在太烂了 22年的话提升非常明显 然后今年的话 我就真的是到了一个不错的小牛 作为一个team leader 我觉得没有问题 反而是我老是能够听到Friends Tost的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言论 让我反而觉得小牛的问题 其实是来自于他们 一是这种非常繁杂的 而且是分布在各地的总部 以及管理层 你知道Friends Tost说什么 Friends Tost说 我觉得我们的气动公众室不行 我信不过我们的气动公众室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童天放什么价 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修过一天病假 就是非常的 那他可以考虑让拼多多把他招过来 当然不能从一两句话来判断 作为管理者他怎么样 但大概能够感觉到可能有一点问题 所以小牛 对 总结一下F2的情况 我们之所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目前上一战比赛之后 周冠宇下个赛季没有合同的概率 可能是90% 这场之后一下就降到50%了 这个概率是我们需要一整个赛季来跟踪的 他应该是会持续的波动 就是看他跟 最重点其实就是跟博达斯之间的间距 因为我觉得博达斯总体来说 是一个大概来说的一个一致量 所以说只要能够 我觉得假如周冠宇能够今年打平博达斯 不管是排位还是正赛里头 不管拿多少分 假如正赛里头完赛谁靠前 能够跟博达斯打平的话 意味着明年还有希望 但假如都打不平的话 然后再加上假如波切尔发挥的好的话 明年真的是希望比较渺茫 好下一个我们聊法拉利 法拉利最近的存在感是越来越低了 我的印象最大的就是他骂人了 勒克莱尔终于骂人了 你觉得勒克莱尔需要把赛比这个工程师换掉吗 你想我们听GP 我们听Bono 我们听Hugh Bird 对吧 就是那种特别沉稳自信 而当车手很着急 很焦躁的时候 然后对吧 这时候Bono来一个就是来去安抚老汉 然后对吧 或者当Max那儿暴躁跳脚的时候 然后这个GP来这一句话之间 然后Zevi就每次都 We are checking 就是那种特别我觉得跟他母语不是英语也有点关系 但是 夏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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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呢 我觉得换换 这个法拉利 你要老想着凑 拿这种Race Engineer开刀 不是 这是一个很 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简单的 对吧 你要说整体的他的工程 管理体系 那就是对吧 可能是多少年积累下来了 但是一个Race Engineer一个比赛工程师 相对来说换起来还算容易一些 就当然的话法拉利肯定 意大利人是偏多 但就是不能炒一个硬 可能现在那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如果法拉利内部搞清洗的话 这个夏宾是个西班牙人 可能也逃不掉 看起来就不是特别的乐观 然后呢 这个刚才我在Reddit上面发现了 有这个非常愤怒的铁佛寺 有两场就总结了法拉利的7加4 11个罪状 我们要不要go through一下这个 还是觉得太繁杂了 有一点繁杂 刚才我已经说了好多繁杂的无聊的东西了 就咱们可以说几个 那我尝试说一点繁杂的无聊的 我们就说这个捷达这一场的 这个法拉利 愤怒的铁佛寺给法拉利列的罪状 第一个是 这个第一个有一种莫须有的罪名 他说看起来半个队都已经 already abandoning ship 都已经放弃了 这个就是指他们精气神已经没有了 这个感觉已经在躺平了 就跟波塔斯一样 这个我认为是个莫须有的罪名 这个也不是很明显 但是愤怒的铁佛寺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说几个最最明显的 说几个最不实际的 你说几个费大的罪状 他说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场 对吧 就整个十位罚退 这是第一场的罪状的延续 这个确实令人非常的少见 也不是特别能理解 他们就真的做到了 反正十位的罚停非常有趣 对 然后之后他们要是再坏就要再罚 所以说估计以法拉利这个频率 估计至少还有个三到五次的五秒 不是五秒 就五位罚退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但重点是 这可不止control electronics这一个玩意儿 因为你电控单元 你现在已经拿了十位之后 之后每用一个新的电控是罚五位 但是你还要内燃机有mguk有mguh有涡轮 你还要对我就说就是已经板上钉钉的 已经有大概还有三到五次了 别的就看引擎怎么坏的频率了 而且这个不光是勒克莱尔 这也是铁佛寺的第三个罪状 就是不光勒克莱尔三四的也用光了 就是对 就无论是通用件 还是咱们法拉利自言的 只要安到这辆车上就一定要坏 我觉得还有一个罪状就是 他慢 就是这场连没奔都没干过 这拉塞尔是轻松把法 包括这个老汉老黄的 还居然能够轻松把法拉利给带开 我觉得这个就是本来在赛前我们还说 巴林战的话这个红牛很强 我们法拉利轮胎保护不行 来鸡达会好一点 这麽鸡达更慢 然后这个巴拉利的第四个罪状 是这个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狭逼 狭逼 这狭逼呢 就忘了给这个勒克莱尔说 这个进战的时候要push 就是安全车的时候 要不然他们原本可以抄掉汉贝尔顿的 结果这个又失误了 这块我补充一下来一个反驳 就是说他以这个当过这个 SCR这条安全车这条线的时候 看起来还差了好几个车身身位 所以说就算他提早说的话 不一定能够过得去 但是你至少得说一声 你说了这个 然后推了之后 你没过去也就罢了 主要是你没说 而且你是在就过了之后才说 就是很马后炮 你还不如不说 还不如闭嘴 对反正呢 对于这个已经被愤怒冲昏了 头脑的铁佛四 他的这些愤怒的表达 我们就表示理解 那么我觉得这哥们肯定 这个赛季会不断的去更新 他的这个列表 目前他的这个技术 已经是法拉利的Fuckups 师傅已经高达11次 并且已经说了一次Wear Checking 并且说了一次Understood 看来这几个点 也是引爆铁佛四的那种 一点就着 你要知道 你要再给我checking 你要知道这个Wear Checking 这个东西肯定是 他说的这几个肯定是广播出来的 就是相信你去听他车载的TR的话 他会有很多更多的checking 和understood 和copy 好这个是法拉利的部分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麦凯伦了 这里我们再提一下脚田 这场贡献了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语音 这个让所有人都理解了 他说的是啊对吧 他是啊和no的 这个让我想到了 就是TikTok上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博主 他就是一个日本的妹子 然后总在那说什么 in Japan we don't sa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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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ay 不是德国吗 不是德国吗 因为德国就是德语老是有这种比较粗犷的发音 反正大家可能如果有看过的话 这个非常著名的日本的TikTok 这个有做这个系列 小田这个非常适合 咱们的观众大部分人看不了 所以 应该反正这个TikTok好玩的东西 全被搬到抖音和B站了 你以为国际交流的速度 现在非常快的 对吧 反向也是一样 这个国内也会往下 然后我们准备的最后一个有趣的点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赛前的奏国歌的部分 反正我当时听了 我给我震惊了 沙特乐队奏自己国家的国歌的水平 跟我们小区叫什么小区爱乐乐团 就稀碎 不分上下 这个非常搞笑 不如之前墨西哥那 这个就是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 要跟大家聊的内容 接下来大家可以随意发挥 在弹幕里面跟我们互动互动 还有什么想讨论的话题 朋友说今天的录播怕是117要剪的爆炸 我都在想我要不要剪 我已经想放弃抵抗了 就什么玩意 没有任何逻辑都没 你想每个赛季都有那么一些很无聊 或者非常垃圾比赛 这场比赛其实挺有条理性的 我还没说完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播客 肯定每个赛季也会有那么几场这种 稀碎的 没有框架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熬夜熬的 脑子都坏掉的 不太行的 然后刚才我其实有想提一个 就是勒克斯海尔的排位速度 就挺猛的 就赛前我记得 我当时给三斯的评分稍微比佩列兹 稍微高一点 但我觉得到头来 其实还是跟三斯怎么着都不大可能追得上勒克莱尔 佩列兹怎么着都不大可能追得上维斯塔潘 所以就也没啥 也就是这两个人差不多能横向对比一下 但今年的话 佩列兹的车比三斯好得多 所以也没有什么态度可比较的 OK 你刚才要说老汉退役的事 你是给咱老汉安排了什么 退役大礼物是吗 退役和制风 对 其实可以来聊一下老汉退役 首先的话 他跟他的 已经是跟他一块七年的 这个叫什么 七年之痒 安吉拉 安吉拉科伦 他的体能师 训练师 有的时候还能充当他的保镖 对 这大姐我多少48了吧 我记得 反正看起来挺年轻的 对 这大姐是个背影杀手 就是背后看一头银发 特别的就是少女感十足 然后一阵脸发现是一阿姨 对 但这就确实是 这两个人在围场 就是 你能看见汉米尔顿 就是这个 安吉拉他绝对不会超过三步远 这绝对就在老汉的边上 而我记得之前 我忘了有没有能够找到这种官方的消息 我记得安吉拉他是不是没奔雇的 一开始是没奔雇 但后面的话是变成老汉 就是以私人的名义来去直接雇佣安吉拉 然后就是基本啥活都干 就是来保证老汉能够 这个周末能够安心比赛 对吧 这包括负负责体能的训练 恢复康复 然后饮食采访 然后所有的是日程安排 然后连之前他们汉米尔顿去 汉米尔顿跳伞 然后潜水啊啥的都会去 等着安吉拉一块走 所以 他就像周约伦 不是也有一个助理 跟他好多年胖胖的叫什么大什么的 这就比较类似 就经常你不用看旁边的人是不是周杰伦 你只要看他这个助理 你就知道旁边肯定是周杰伦了 所以刚才有朋友说体能师是不是翻译的不够全面 因为英文的话 他就除了physician还有好多个 他没有一个特别官方的抬头 多功能体能师 全方面助理 我也不知道这应该怎么说 但反正 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时机特别奇怪 为什么会在23年的第一场比赛之后 在第二场比赛 这周末安吉拉都没有来 之前Motosport还吵了一个标题党的新闻 他说什么 Total Wolf说什么套路 是汉米尔顿把他给开了 这就是很标题党 我来 稍微有一点偏颇 就是说当时是标题是这样的 标题是 托托沃尔夫确认了这一次分开是汉米尔顿方做的决定 然后你进去看 你读他实际的原文就发现根本没这回事 就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层一层叠一层 然后来去倒推出来 他估计把内容输入了chatGPT 说你出一个结论比较能吸引观众 这差不多 对 我chatGPT都比稍微靠谱点 但反正我们看见社交媒体上两个人都发了 可能是用了叫什么文心依言 这如百度了 对反正我们看两个人 安吉拉科伦 然后包括汉米尔这两个人都是一块发的 而且从他们两个写的文字 有一个观众一直在提问说罗斯伯格采访TOTAL的 我没有看你看了吗 我也没看 等会罗斯伯格采访TOTAL的 对说什么罗斯伯格采访TOTAL问了什么问题 我们俩都没看 有没有观众给我们recap一下 讲一讲是什么回事 我听过罗斯伯格采访TOTAL的那期播客 对吧 想不到罗斯伯格 他说的应该就是昨天的赛后的sky 那就是sky的 对我好像没有办法看得到 只有FETV Rosanna Tennant还有那谁 Jack Dohan Jack Dohan他换了一个发型 就感觉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虽然说话还是那个味 但是你有看吗 他去年的话不是一直寸头 然后现在的话换了一个挺帅的发型 然后我就一看这是谁 然后又说话 对就是Jack 所以我们刚才在赛前聊了这个事 就是他安吉拉到底为什么会跟他分开 你有猜测吗 我们的猜测不是我们两个一起聊的吗 你怎么突然把我给放了 我都忘了 没事咱们就 我的猜测是 我们这两个坏脑子 我的猜测是 我觉得不太像是两个人的不欢而散 对吧 而且老汉现在的话 心情状态如果本来就不好的话 更没有理由去跟自己长期合作的看起来之前 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的合作的体能师 包括私人助理这个身份 及一身的这么一个很帮助他很多的人去搞分手 对吧 所以说我估计 我的猜测大概率是 安吉拉因为她的曝光比较多 那么她可能会受到一些 比如说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 让她去当什么领导 或者是创业下了 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那么海姆特对她也是非常的关心 两个人关系很好 要不然你就走吧 我对你best wishes 希望你以后能够大战宏图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这种情况下 两个人会分别的一个可能性 你刚才不是也提到了 说可能安吉拉确实第一场 为什么是第二场 之前去两个人break up 是因为安吉拉可能要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做一些交接 跟下一任的海姆特的助理 这个是对吧 这不是你刚才说的 你想起来了吗 对 然后就是像你 我像说一下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社交媒体上 大家发的东西 就不一定都是 就很有可能是专门负责PR的 这个人来去负责 但是看起来 看起来是两个人是好聚好散 就是两个人都是说 感谢我们的陪伴 感谢帮忙这么多 然后祝你 就是从语言上来看 好像是应该是安吉拉之后 是有professional 就是别的事业上的事情 所以说像你刚才说的 比如说创个业 然后对吧 你像安吉拉的经验 你这个给领导当秘书 应该下基层 从给个付出对吧 去当县长基层锻炼去了 就是就算有可能是PR管理人员发的 但是至少看起来 Instagram上是好聚好散 假如不是好聚好散 比如说那是什么 I understand that without my agreement Hamilton has left you 这是不好聚好散的这种情况 咱们也是见识过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 对吧 假如谁没经过谁同意 把谁开了或者怎么样 咱是他们管这叫 ok刚才说的有人问的 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在哪看到了采访 就说sky采的罗斯伯格采访Toto 说你之后的车咋办 然后Toto就直接说了 不管是超红牛还是超马丁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车整块 意思就是反正我的解释一下 就是我Toto说了 我马桶狼说了 我脸都不要了 我就要把这个车整块 反正我也准备好了 反正是要超一辆 大概是这个内容 我记得对吧 我就看这个周末 就是就有经常的话 我们就看那一段采访 然后这个采访会被就改成 就各里花一花哨的标题 然后就出来了 对 反正总体就是说Toto 大概传达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假如之后掏出来一个 跟红牛长得挺像的侧向的话 大家不要太惊讶 就是这样我觉得 对 这个事 我觉得挺对的 这个F1赛场 你总是当天谦君子 是对吧 你让来 我让去 谦让礼貌 那种老英级历史贵族的行为典范 那你最后不就成维莲姆斯了吗 对吧 不过还是那个点 你假如现在才换成红牛这一套 那这套都是红牛玩了一年半的 对吧 那你的经验肯定是在做追赶 而不是能够直接去对抗 这也是让我感觉挺可惜的 就是我们在去年说看 这个红牛没喷法力 三家车是三个完全不一样的特项理念 然后结果除了没喷 那去年的话 红牛跟法力居然能够争的很凶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辆车 居然能够这个圈速上差个点一 然后结果到今天发现好吧 确实是只有红牛的这个能走到 现在微商里头 已经是十辆里头 七辆都是红牛的样子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听起来就是对于奔驰这个品牌来说 不是一件好消息 你想一个饮料厂 对吧 你一个奔驰世界顶级车企 沦落到要去超饮料厂的赛车设计 以后我走在大街上手里拿一管红牛 我照着奔驰我就踢一脚 我就是这么的牛气 对吧 你什么资格你跟我 你配合红牛吗 你只配开煤奔 这个是一个建议大家不要模仿的事情 只是村长的幻想小剧场的新剧情而已 刚才有朋友说 想到去年的A版W13 去年的A版W13跟B版W13差的 其实不是特别多 它里头的散热器单体壳其实都没变 就是把边上那侧枪一时鼓起来 它变成呃变成凹哑叫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 幻想时刻 对 然后沙特战 我想一下咱们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说的 村长的东西准备的东西都说完了 然后我来看看我这有没有什么想提 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聊的话 也欢迎欢迎来提 然后 平安斯利 周冠宇 海米尔顿 边跑边喊 我117就是讨 我就是喜欢红牛 我就是讨厌没奔 对 好像被咱们基本 咱们说几个这几个新人的表现 你觉得这个感觉怎么样 三个新人 我觉得都挺好的 有人想让我们聊一下WEC 确实叶依飞上周末在310拿了个LMP2组的冠军 但是他这个有点 就是当我们首先恭喜 确实比较 虽然我也没有看 因为抖音内要收钱 MP1是充填是吧 对 他是P2组别的冠军 还是非常的不错 开门红 但是确实要说的是保时捷 就是Jota还是叫Huta 还是什么 这个是哪国的车队 这个车队的车组配的是给LMPH组别的配置 但是他因为目前的车没到 所以先暂时去参加了LMP2 所以有点稍微有点小炸鱼的这个感觉 有点鱼塘局 类似于FE的体系的车队 然后结果去跑F2系的那种感觉 有朋友想让我们聊乐后跳槽 我觉得可以提一下这个 我觉得他不会跳槽 怎么今天这么多人要跳槽 那可以大家都跳 主要是23年末的话会有几个人到期 然后24年的话基本上所有人都到期 除了诺里斯跟韦斯塔潘 其他基本所有人24年末都要到时候再看合同 不过就说勒克莱尔 我们说法拉利有过阿隆索 有过维特尔 他都没有能够拿到世界冠军 所以这问题不是扯手 但是区别在于 阿隆索以及维特尔 他去了法拉利来去追求 去追逐那对吧 追逐那梦想的时候 人家已经拿过世界冠军了 而你勒克莱尔的话你并没有 你现在就只是拿过一堆岗位而已 就不太一样 所以对就是在职业生涯里头的进度条 我的观点是勒克莱尔要走的话可能可以去马丁 这确实因为马丁这边没有一个年轻的 因为梅奔有拉赛尔 对世界冠军级别的车手 红牛有维斯塔潘 麦凯伦也许还会有诺里斯 那维莲姆斯还有阿尔本有用吗 阿尔本还差一点 就是维莲姆斯这个车队不行 没有盖得到 我来尝试给你解释一下 我觉得我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你觉得谁会是下一支加入火星战队的车队 最简单的答案肯定是Lping 但Lping从16年就说我们5年计划 现在不是变成100场比赛计划了吗 对 上周那个Beyond the Grid有一个Lawrence Rossi的采访 反正我还没听完 他是CEO对吧 我还没听呢 他是CEO 他是一个就是Lawrence Rossi 其实是一个相当于Lawrence Strow 这两个人都叫Lawrence 叫Lawrence吗 Lawrence Lawrence 他叫Lawrence 他是集团CEO Lping的集团CEO 听说他当时是忽悠了雷诺的CEO 之前是雷诺CEO的Chief of Staff 还有Chief Strategist 负责战略的 反正就是给老板忽悠出来一个Lping的大战略 Master plan of Lping 然后老板说好 你这个想法不错 你就去实现它 然后他又成了Lping整个business group的头 然后他虽然跟Lawrence一样都是既管民用车 又管赛车 人家马丁的民用车那其实还挺多的 Lping这就literally就一辆车卖了10年了 也不知道他民用车在管啥 听说Lping跟吉利搞了一个非常深度的合作 以后都用吉利的电动平台 之后所有的车都会是吉利平台上生产的电动车 但是反正Lauren Rossi这个人也不太出现在赛场上 他可能也自己知道自己没有管过车队 来这也没什么用 可能还要被人骂一顿 但我听说当时Pierre Sterling 阿隆索 然后以及奥康签的三年 长合约跟Lauren Rossi是有不少的关系 就是跟他的一些 说起老板 你说 说起老板还有一个事 这周我是才刚知道的 我之前没有注意到 不是说哈斯是匪帮吗 我这周发现吉利哈斯 他说的之前是说 他是一个Felon 对之前是说匪帮 是因为斯泰娜 马根务森 格罗斯长的行为都比较暴力粗糙 说他们是匪帮 然后我这周才发现吉利哈斯进过监狱 两年 而且是Felony Felony中文是叫什么 重罪 就是 就得去犯了刑法 Felony 对 反正是很严重的 敦过 敦过两年 应该是偷睡漏睡 但人税 对 就跟税有关 就不是杀人放火什么之类的 但是 对 毕竟在美国 你这个对吧 惹了 谁都不能惹IRS 所以 说起马上要进监狱这个事 这个川普马上今天周一了 明天就周二了 川普上周末说自己下周二要被抓了 反正这个事也我们期待一下 到底会不会被抓 就说这个吉利哈斯为什么总是给斯泰娜打电话呢 就是因为他来不了现场 在很多的国家 你犯过罪是不让你入境的 刚才我看有人提让我们说米克 米克真的是 我看了两场 一个 只有他跟Toto 他老站在Toto旁边 就像Toto的Angela一样 不是 Toto边上永远会站一位年轻 暂时没有洗位的车手 之前老是站着德福里斯 在之前的话 老是站着奥康 对吧 19年的话 就一直会边上站着奥康 然后翻轮的时候 有时候偶尔就不跑 FE的话也会去那站一站 但米克 就是马桶囊身边 总是有一个年轻的清秀的男孩子 站在身边 有朋友说米克开没奔 那得激活血脉才行 就是米克就是处于一个比较 就很may的一个 你觉得米克跟斯特罗尔谁像 那肯定斯特罗尔想 开玩笑的 我虽然老吐槽我们 这个太子 但是对吧 我觉得也是 但是咱们基本的认知还是有的 对 我主要是老听着你跟他说 今天斯特罗尔跟阿隆索 谁拼也差不多 然后跟维托尔谁拼也差不多 我说的是斯特罗尔 只比阿隆索慢.2 就是.2 这慢的也挺多 但是我说只比他慢.2 就分清楚 跟阿隆索差的差不多的车手 这必须要提到 奥康说我是如何击败阿隆索的 就是靠阿隆索推赛八次 我们已经有整整一场没有听到他说这件事了 不过他依然非常稳定的 他就是换个队友也依然能够 虽然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是能够在队友身前完赛 除了上一场 就是人家说上一场每次奥康 然后再又拿了一个阀石近战 然后又看见回来加气的诺里斯 心想你在干嘛呢 对奥康的可能他的超级英雄的特殊能力 就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是他可以在队友身前完赛 对 就是说少爷找蒙托亚心理辅导 我记得有这个传闻 然后说据说当时他开F3的时候 是直接找了一个是F2 还是甚至是F1的团队 弄特别牛的模拟器 然后让斯特罗尔去训练 就是这个有钱肯定能够 有钱有资源 肯定能够是有获得优势的 但现在这20个人里头 就绝大部分都是具有钱的人